空调也被卡脖子 日本撤走空调压缩机生产线 国产替代到底行不行 这么炎热的天气 如果没有空调那咋整 现在网上一直有一种传言 说我国的空调也被卡住了脖子 由于我国和日本的关系 最近这些年变得日渐紧张 就在前段时间 日本松下这边表示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把在中国的生产线全都给撤走 在听到这一说法后 无数国人心里是非常害怕的 如果说日本松下真的把在中国的生产线 给撤走的话 那么我们空调的需求 压根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如果说日本这边真的把生产线给撤走的话 那么我们的空调发展会被卡脖子吗 国产这边可以替代吗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拓展知识点 搜索一下日本空调试一试 在空调压缩机技术这一方面 日本松下的实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放眼全世界来看 可能都很少有企业能够比得过它 也正是因为这样 日本的这一家企业 在全球空调市场的地位 是相当高的 甚至还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除此之外 日本这边的研发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那也是相当厉害的 这也是许多国家最害怕的一个点 现在来看的话 日本这边是有想法 把它的生产力给转移到越南地区的 因为我国最近这些年实力有所上涨 所以劳动力的价格也有所上涨 如果这时候日本这边 还选择在我国开场的话 他觉得利润是非常低的 如果把目标转移到越南 或者是菲律宾 这些地方的话会更加的便宜一些 现在的日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日本空调到底哪里厉害 如果说在未来日本这方面真的做到了的话 对我国的发展来说 其实是相当不利的 没有办法和我们提供相关的零部件 那就导致我们的高端空调压缩机 压根就制造不出来 要知道 在整个空调系统里边 最重要的那就是空调压缩机 如果空调压缩机制造不出来的话 那么空调的质量压根就得不到保障 对于空调高端压缩机来说 它的整体性能能够决定空调的舒适度 日本之所以在这一方面的优势能够这么厉害 那也是因为 他们在这一方面投入了不少的资金 同时 他们的创新能力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的不错 这时候 肯定有很多朋友好奇 日本松下这一家企业 在我国待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就要把生产线给撤离走呢 这方面涉及到的因素相当的多 第一个就是产品研发方面的要求 因为日本这一家企业 在国际上很有话语权 所以他们对产品的设计和研发方面是相当严格的 必须要做到最严格的保密性 毕竟在现在的全球市场竞争性是相当激烈的 如果说自身的技术透露出去的话 日本在全球市场压根就没有话语权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日本这边决定直接从中国给撤走 并且我国劳动力上升的成本 也和这一方面有着莫大的关系 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越来越迅速了 日本之前愿意来到我国发展 可能是因为看到我国人口数量多 这样的话和我国进行贸易方面的往来 以及在这里投资建厂会更加方便一些 国产空调可以替代日产吗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人工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幅度的上涨 这样的话也会导致日本这边的压力变得更大 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国的企业也没有必要太过于害怕 能够积极来应对这些问题 这样的话 它的紧迫感会变得更加的厉害 现在我国许多企业已经把目标 放在了自主创新的这一领域 同时也在开始疯狂的找替代品牌 这样才能够填满市场的空缺 就拿格力来说 现在格力对高端空调液压机技术相当的重视 他们也在这一领域投入了不少的资金 这样来看的话 能够让我国的实力变得更加厉害 并且现在我国还在疯狂提升国内制造业的水平 毕竟一直被其他人卡住脖子的话 对我国的发展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现在我国取得的成就也非常的厉害 只不过想要追赶上日本的话 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 首先就是因日本研究这一领域 也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 其次就是许多国家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专业保密 我国压根就不知道里边的技术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能自顾自的拼搏 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于慌张 毕竟自己取得成就 和其他人带来的成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只有自己取得成就 我国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 你对我国的这一项技术有信心吗